英国往事 星期六迎来了哈里王子和美国演员梅根的世纪婚礼 婚纱城堡圣乔治教堂喜气洋洋 新娘子梅根在两名小男兵像的陪伴下 从劳斯莱斯上下来 拖着16英尺长的婚纱独自走上教堂台阶 他的未来家翁乔尔斯王子 在教堂通道中央 迎接他走完红毯 新郎哈里以一身军服 一脸招牌式的洛塞湖迎接新娘 在黑人牧师的声声敦促 和600名宾客的见证下 一对新人相互宣誓 交换戒指正式结为夫妻 教堂仪式结束后 哈里和梅根牵手步出教堂 接受众人的祝福 一对新人坐上马车巡游温沙城堡大街 与等候多时的十万民众分享喜悦 哈里王子大婚后 英国今天的报章头条全都是坠桩喜事 王子公主的世纪之吻 在马车游行中的甜蜜笑容等等 都是大篇幅的封面罩 这一天的报纸特别豪迈 哈里和梅根的婚宴上 邀请了600名宾客 可英国街头上 还有成千上万的王室粉丝 大开街头派对 为有幸见证这场婚礼而庆祝一番 英国王室首次迎来 非异血统的新成员 也成了焦点 人们将这场大婚 看作是象征英国种族共荣迈进的大篇章 英国黑人社区为此感到骄傲 在印度著名的达巴瓦拉或便当快递员 也在星期六免费分发甜品和食物 庆祝哈里和梅根共结联礼 2003年英国查尔斯王子访问印度时 就指明要见达巴瓦拉负责人 请他讲解如何能准确无误的 准时为成千上万人提供午餐 2005年查尔斯再婚时 达巴瓦拉也受邀出席婚礼 因此英国王室和印度变当的这一段渊源 也成为了当地的佳话 NTV7综合报道